伊斯蘭國激進組織提出對兩名人士的贖金要求 其中一名人士是來自中國首都北京的自由職業者范京輝 另一個是挪威人奧夫斯塔 挪威首相索爾·貝格證實這名挪威人在敘利亞被扣為人士 他星期三晚上對記者說 所有跡象都表明這件事是伊斯蘭國所為 他說48歲的奧夫斯塔來自奧斯陸 是在1月底被綁架的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針對無辜平民的暴力行動 中華外交部罰人紅磊在星期四說 中華政府強烈譴責針對無辜平民的暴力行為 但他說有關方面正在了解核實有關綁架的具體情況 中華駐伊拉克大使館也對國營媒體說 沒有關於范京輝被綁架的任何消息 范京輝今年是50歲 據信是被伊斯蘭國激進組織綁架 並且是要求贖金的第一個中國人 伊斯蘭國將兩名人質的照片 是貼在該組織的網上的雜誌 達比格最新一期的後面 兩人都身穿著黃色的籌衣 幾條街 那是最新的公市 不過是個英文圈的 逍遍即使用海沙 所以沒後面